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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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当地龙眼的销售旺季 现在首先你第一个环节 难不快闪 国交一号万吨海南施工船 近日在海门交付 这一艘是国内第一艘 超过万吨的海南施工船 交付使用之后 将会用作铺设海南 为我国近海 及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服务 为相关国家和地区 建设深海电力输送通道 帮助全球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 而这艘船还配备了 水下施工视像监察系统 有效提升海底电纜作业 精准度以及效率 清远松柏村有150毫的太空连 盛开的河花层层叠叠 不单吸引游客来观赏 同时还带动了特色农村旅游产业发展 松柏村通过整合土地的方式 经营花夏经济 同时在河花底下养殖田螺 令村民有新的增加收入方式 云南省营门园近日发现了一种名为青头菌 长出的为罕见的双层形态 小小的蘑菇生长在较大的蘑菇上面 造型奇特 专家介绍出现双头菇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青头菌的菌丝 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爬到幼小的菌上面 最后分发成一个小小的蘑菇寄生 在青头菌上面 这种现象的发生机会率 不到0.1% 河南省编羊院地处三省交界 地理位置优越 因应中国咖啡消费市场快速增长 咖啡产业也变得更多元化 编羊亦建立起由咖啡烘焙 翠翠到冻干的现代化全年条生产线 另一粒粒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在编羊的咖啡加工工厂飘散出香气 第十五届老讯青少年文学奖 香港菜区决赛近日顺利举行 吸引近五千名学生参赛 老青长发掘并培育了一大批 优秀青少年文学创作者 在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今年参赛作品水准也比往年高 评委表示 学生关心时事 加国情怀越来越深 香港推动国情教育的成果得到体现 比赛后主办方也安排学生 参与内地交流活动 让他们亲身感受祖国的发展 Yvonne 上星期我一位外国朋友 去了广州旅行 然后回来就和我赞广州的交通非常方便 机场又大又新 飞机航班又多选择 而在机场乘地铁就可以直接到市区 然后还可以坐地铁去到其他城市 真是令它大开眼界 是的 广州作为交通树楼城市 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如果你朋友过多一段时间再来 交通可能会更加方便快捷 广佛云南 佛馆承制铁路开通运营之后 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由潘芸去佛山 去东莞只需要30分钟 去兆庆、惠州也只需要一小时 这条穿梭越港澳大湾区的地铁 连接了广州、佛山、东莞、兆庆和惠州 五座城市 改变了沿线居民的出行方式 目前广州和广东省各城市之间 每天的乘客流量达到344万人次 位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到2035年 广州更将会打造成 全球重要综合交通书楼 组成12312出行交通圈 即是去越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 用1小时可以到达 去越东、越西、越北地区 用2小时可以到达 去国内及东南亚主要城市 3小时可以到达 去全球主要城市 用大约12小时可以到达 要达成这个目标 广州白云机场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建成投运后与一期和二期设施 共同组成一个功能更加强大的枢纽机场 最终实现五条跑道 两个行站区的规划格局 可满足终端旅客吞吐能力1.4亿人次 或有吞吐能力600万吨容量需求 广州临空经济区的建立 可以加强国家和全球市场的联系 包括拓展跨境电子商务 国际物流等业务 有效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内外经济循环 带动经济增长 无论是加工制造业 还有一些会展业 甚至一些特殊的一些总部经济 它需要辐射到其他城市的 它可能都会在周边形成 凌空经济区 它分层级分距离 有它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 所以我想港产城它的互动 应该说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 空港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是比较明显 接下来和大家去到 位于广州黄埔的千年混河 就是扶衰股混河 那里最近在进行改造工程 是的,黄埔区即将重建混河完善 河岸线将会贯通和改造那里的风貌 究竟会变成如何? 我们一起去看看 扶衰股混河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徐唐时期 随着历史变迁 扶衰股混河出现两岸道路中断 跨河通行不顺畅的情况 去年年初 扶衰股混河联通工程启动 包括重建南海神庙 容德沙冲等完善景点 改造混河两岸面貌 古代的运河周边的一些风景的重现 应该就能感受到这种繁荣的商业文化 跟现代的商圈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广角河是目前扶衰股混河地区当中 唯一东西贯通的河冲 按鲜传长6.5公里 今次改造规划 原广角河 划定约500米的研究范围 打通广角河 托展两岸绿化工程 推动奔河一带商业活动 为文化旅游体验 生活悠闲提供高品质配套 目前广角河部分岸边渡路已经完成修建 很舒服 设置的很原性化 首先它作为一个古丝绸之路 重新把它去回护好的话 看到赏心悦目了 对不对 观赏也好 包括就是我们本地的 就是广州黄埔 老黄埔本地的一些居民来好 都是一个大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 消费会有所提升 一个人流量也会有所提升 带动周边的一个经济 1999年12月20日 澳门回归祖国 在这一天首位出世的回归宝宝嘉熙 今年将会和澳门特区 迎来她25岁的生日 25岁正值青春年华 因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她也开始向自己的梦想进发 嘉熙二十岁时 就爱了煮食 现在已经完成厨艺管理课程 还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最近跟另外兩位朋友 回到澳門開了一間麵包店 他認為麵包是一種日常的食物 希望以商宜的價錢做街坊生意 我們做的款式和定價方面 都是比較接近一些民生大眾品牌 的確這個定價上不是太高 很難接觸到的東西 因為我們要做民生、本地人生意 街坊生意 因為自己做、自己打理、下手做 也是可以給自己薪水 繼續收支平衡 沒有不斷不斷注資 跟澳門特區共同成長的嘉禧 認為隨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澳門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但同時也要面對競爭 要兼顧很多包裝 要滿足他們視覺上的要求 當然好美是重要的 但同時的競爭大了很多 因為不僅僅在澳門裏面 因為交通越來越方便 所以不僅在澳門 而更大一點 可能是整個大灣區的一個競爭 所以是困難了的 嘉禧畢業後 打工一段時間再到創業 人生經歷了幾重轉變 轉變會帶來機會 整個澳門正在轉變 越來越多元化 所以會有不同的機會 有不同的發展 有不同的新特色會出現 接著跟大家去到惠州 當地近年積極提升石油化工 以及能源產業 以及將產業鏈現代化 不僅如此 我們看到惠州還引入一些大的項目 現在有一批重點的石油化工 和能源項目相繼開始營運 現在一起了解一下 今年一月 由國家石油化工企業興建 行業內首個自主研發的 超重力油漿脫庫裝置順利出廠 到2月 加工石老油原料改造項目成功開發 在一個季度當中 這間石油化工企業 加工原油超過570萬噸 生產煉油化工產品 就超過560萬噸 接下來 我們將錨定全年加工原油 2200萬多大總企目標 保持全廠高符合安全平穩生產 維州先後引進了一批石油化工項目 目前大瓦灣石化區 已經集聚了13間世界500強的石油化工企業 對於目前來講 石化能源產業有非常好的基礎 一個方面它有區域位置的優勢 是有非常好的石化產業的基地 大項目引進一個帶來一串 在大項目濃縮效應帶動下 石化其實線化工原料 隔墻供應 就地消化 電商主體合作共生 體質增效 維州積極建造成全球石化產業重地 努力發展石油化功能源新材料產業 推進大項目濃縮效期 南期、北期 聯動發展 提升原期化工產品 互供能力 強化產業鏈 上下游協同 和相關產業偶合發展 在內蒙古呼和號特市 城中的草原令猶人榴槤忘返 而貿密的草地 亦可為飼養牛羊提供飼料 令牠們絕狀成長 牧叔就是牛羊的主要糧食 那如何為牛羊改良善食品質呢 當地的研究人員就有好方法了 2023年內蒙古草葉技術創新中心 一共進行了19項科研項目 其中大葉牧叔、抗除草劑牧叔等一批 自養草種進入了下一階段試驗 同時他們亦開展牧叔新品種選育等技術研發新項目 希望解決草種葉的難題 我們主要是依託數字導航加鄉土種源 藉成了博育粉圖一體化體系 我們目前包括牧群品種這裏的 省定品種是達到33個 轉化的品種是39個 呼和浩特近年來啟動優質牧草技術研究項目 而國家牧草種質資源中長期庫 和農作物種質資源庫也相繼建成 在內蒙古的牧叔種植基地 這裏3100畝的紫花牧叔 在年初已被客人下全年的訂單 除了品種改良之外 種植的田單管理甚至是收割時間 都是影響牧叔蛋白含量的關鍵 當前我們現在的技術 能提供8%至15%的田間增產效果 提高牧群的品質 減少蟲害 減少雜草 在產量大幅提升的情況下 做到養分不會下降 今年的話呢 我們更新了一個晾曬的方式 改成了一種寬容碳曬 我們在4到5天的時間呢 完成了這個收割 用了先進的設備 有效地降低了這個牧草的灰氛含量 通過這個田間的精細化管理 達到了牧群的這個高產高質 富和浩特一方面構建起木粟草 加粟米加燕蜜草的 奶牛自草供給體系 另一方面增加對本土草種業的財政補貼 創造各產草種品牌 木粟草種植今年卸了2.2萬目 卻是達到18萬目 總共實現這個菜越去化的發展 2024年即一步實現了 牧草種別又超差 雖然夏天真的很熱 但其實我也挺喜歡這個季節 因為我可以吃到我最喜歡的水果 可以令你日思夜想的水果 應該也不會這麼簡單吧 沒錯, 就是龍眼 它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而只是這個季節才有 所以怕熱的我其實挺喜歡夏天 不如我們帶你去 茂名高洲的龍眼園 現在正是龍眼的時節 好, 那我們立即出發去看看 高洲一個農場裡 一串串飽滿的龍眼掛滿枝頭 黃鶴色的果實 和綠色的樹葉中環交錯 傳說中的石劫 意思是石甲 是指龍眼樹在大石縫中生長出來 由於樹根被大石夾住 只好深鑽入土層 吸收地下養分 於是這種龍眼樹 結果的龍眼特別好吃 今年就是石夾龍眼 我們益城農場有幾十畝 石夾龍眼 今年的產量比去年多 現在陸陸續續 都會引人來看我們的龍眼 由於今年雨水充沛 今年農場的石夾龍眼大豐收 而休息的龍眼 也吸引了很多客人去採舊 我們的龍眼是用我們的有機肥種植的 它有機肥是我們自己的農場 有養雞 養隔 有機肥的肥料 不用去採購那些白肥 摘下一顆石夾龍眼 輕輕一捏 土黃色外殼裡面 西白的果肉晶瑩剔透 一口咬下去 腌韻有口感 吃完一顆 會忍不住想再吃多幾顆 食夾龍眼的顏色 食夾龍眼的顏色 沒有那麼大 但它的肉比較厚 晶瑩剔透 而且果肉很脆 而且它的顏色的甜度比較清甜 所以這也是我們喜歡吃食夾龍眼的原因 新鮮的石夾龍眼味甜清香 肉脆爽口 製成桂圓竿之後 服用可以達到益氣補血 安臣座棉 健衛利皮等效果 所以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農場負責人說 下一階段農場將會擴大種植面積 並將種植知識傳授給有意種植的村民 為村民開拓多一個收入來源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位來自肖慶的工藝美術師 他叫余健身 余健身最喜歡養色術 所以他將自己擅長的陶瓷雕刻技藝 應用在色術罐上 把色術罐變成一件令人稱讚的藝術品 所以我們在網上曾這麼十分代表 performances меня她 κι有藝術 買睡術的甜點 我只想到她說 那會不會但是主要是 我們其實其實真的 rip 乒瓷雕刻比較敏 creep 幻蜥蜀主要是每年7月至11月的三個月 為了在其他時間 可以將這種興趣好好持續 於是余健身就開始了幻蜥蜀罐 再加上我是一個投資美術專業 所以我最好就慢慢地 就是往這方面發展 現在就是我感覺區區關上雕刻 還是比較有發展前途 一個是區區關的文化 是中華文化的一種純層 區區關本身的顏色 它有點像古代圈畫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把古代的那種名畫 在區區關上雕刻出來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余健身說 以前識蜀罐的雕刻內容 其實是隨自己喜好去雕刻 他為了令有更多的人 欣賞蜥蜀罐上的藝術美 於是他就將雕刻內容 鎖定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 名家畫作 就是這樣 《九龍桃卷》 《一團和氣》 《五黃最龜圖》 《潑墨仙人圖》等作品 就出現在蜥蜀罐上 我在設置的時候 一個是把區區關的材質擺控好 造型擺控好 畫面擺控好 這符衣就是瓷板畫 它用整套整系列的體型 呈現出來 可能更容易認識大家 愛好、喜歡、興奮是這樣 圖詞雕刻看起來簡單 實質對繪畫、書法、 算黑的功夫都有要求 將一幅古畫上的全部內容 包括繪畫的主體部分 書法題詞、算黑 全部還原在蜥蜀罐上 對技術的要求非同小可 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繪畫功底 然後區區關它是比較硬的 而且它是球型的 所以你對造型能力 就是手的把控能力 就是刀的把控能力 就比較要求、有一點要求 由看著腹背做陶瓷雕刻 到自己研究、從事瓷器研究工作 再將雕刻藝術 應用到蜥蜀罐上 這幾年 余健身幾乎每年都憑著 蜥蜀罐雕刻製作技藝 奪得國家級和省級大獎 最近又獲評為 越州蜥蜀罐雕刻製作技藝 越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全盛人 對於它來說 不僅是一份榮譽 更是一份沉重的責任 尿堪神舟精彩在線 進馬奔騰的影像帶來視覺上的震撼 除了欣賞馬匹奔跑的那種雄壯姿態 還可以給人一種積極奮法的感覺 新疆超蘇縣被譽為中國天馬之鄉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就一起欣賞一下 天馬肉汗這麼震撼的景象 今天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足夠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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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